在中国历史上,任何一个王朝的诞生,都离不堪谋事的相助,刘邦有张良、萧和、陈平、曹参、周伯等,李渊有裴继、刘文静、赵匡印有赵普、沈一伦、吕于庆等,朱元璋有李善长、刘伯温、张忠、陶安、朱生等等。 以史为静,可以知心辟,以仁为静,可以明得诗,欢迎订阅《真正历史》。 在朱元璋的众多谋事中,李善长的功劳最大,但刘伯温的名气最大,民间相传刘伯温通晓阴阳之术,能掐会算,与三国诸葛亮、大唐袁天刚一样,都是半仙一样的人物。 在数数和预测上,朱葛亮写下了《马前客》,袁天刚有推背图,刘伯温则写下了《烧饼歌》,虽说民间盛传推背图和《烧饼歌》是清朝中晚期的吴明氏所作,但近来古玩戒,却有专家论证发现了明朝时期的版本。 有关刘伯温的传说有很多,最出名莫过于他与朱元璋那段《烧饼歌》的对话,预测了大明五百年之后的国运。 刘伯温究竟是什么人呢?他为什么不投奔张世成和陈有亮,反而投奔了势力最小的朱元璋? 刘伯温是浙江青田五阳村人。 这里是这东南七十二福地之一的南田山,乡间传闻南田山中有神仙。 刘伯温的祖宅就坐落在一处山坡下,左右山势缠绕,形成龙塘虎具之势。 他出生的时候,山中传来虎啸声,乡邻们都认为这个孩子不平凡。 刘伯温从小天资聪慧聪,有过目不忘之能,十二岁时就考中了秀才,被乡里人称赞为神童。 二十三岁的时候,他前往京城参加会试,成功考中进士。 可惜那时元朝政体混乱,他不得不回家,在家中待了三年。 这三年间,他多次前往山中寻访神仙。 从那时候开始,他就开始钻研周易玄学,颇有心得。 三年后,他被朝廷安排去江西高安县当县城正八品,相当于常务副县长,协助支县处理政务。 他为人正直,不惧权贵,很快遭人陷害,差点入狱,幸亏上司利宝才无恙。 不得不回到清田老家,居家期间,他喜欢与一些方式交往,探讨玄学知识,偶尔也帮别人看向,赚几个养家的银子。 由于他算得准,名气也越来越大,与宋莲、张义、叶琛并称为浙东寺先生,期间认识了李善长,二人交后,治政三年,一千三百四十三年。 他被朝廷任命为江浙如副提举,兼任刑省考试官,期间检举监察御史贪腐,结果反而被朝廷责难,气得他对朝廷失去信心,留书出走, 到朋友欧阳苏的丹徒,在山中逍遥自在,后来搬到杭州,继续与文人雅士和方式们交往,他的名气也更加大了。 有一次,宋莲请他帮忙看相,他看了之后,淡淡地说一句话,欲诸则旺,欲胡则伤,恩则勉获,莲花万年。 宋莲后来辅佐朱元璋,成为大明第一文臣,果然很旺,但是他的孙子卷入胡为庸暗,果然很惨,带有太子朱镖替他说情。 免于一死,被发配四川茂州,结果死于奎州,葬于莲花山下。 宋莲的一生,被刘伯温用十六个字代括了,可见刘伯温的厉害。 十下元朝义军四起,郭子兴,张世成,徐寿辉,方国珍等义军反抗大元,天下大乱,其中张世成,徐寿辉,方国珍先后派人上门,请刘伯温出山当谋事,都被他拒绝了。 他在等真命天子,他夜观天象,一直关注着江西和安徽那一带,而朱元璋就在那一带作战。 义军们虽然抗援,但彼此之间也相互争夺地盘。 徐寿辉拥兵几十万,几次请不来刘伯温,心里也火了,直接派陈有亮带兵去抓,刘伯温躲进了深山,却留下一张字条,是主之人南城弃后。 第二年,陈有亮杀了徐寿辉,成为市里最大的义军首领,几次派人去请刘伯温,可他都避而不见。 烧饼鸽为朱元璋吃饼时和刘伯温探讨大明国运时的对话,其中精准预言了朱棣造反,以及其年号,土木宝之变,魏中嫌乱正,甚至是辛亥革命等等事件。 而当时在朱元璋询问刘伯温,谁会取代朱家的天下时,刘伯温回答,雨水草头真主出,路上行人一半僧。 那么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? 按照现代人的解读,雨水草头取水字的三点水,雨字上面加个草字头,于是就得到了一个满字,这说的就是后来的满人了。 至于一半僧,说的是半个和尚脑袋,也就是一半光头。 这就是满人当时标志性的剃掉脑袋前半部分头发,由一个大辫子的标准发型。 至于雨水草头后面的真主出,则言简一概。 可见刘伯温的这句雨水草头真主出,路上行人一半僧,说的就是满人将成为天下的主人。 到时候,街上的行人全都剃掉了一半头发,留着个大辫子。 从这个解读上看,刘伯温的这句话准确预言了后来满清的建立,以及满清统治者颁布的替发一服这一政策。 很多人可能看到,这会认为,烧饼歌却是一首极为准确的称谓,并称赞刘伯温是一位惊天伟帝之才。 然而预言这个东西,真的是忍者见仁,智者见智了。 烧饼歌里面的段落笛,确实和我国历史上发生的很多事相符,但大众往往会忽略一个问题,那就是,烧饼歌,极有可能是后人假借刘伯温之名伪造的。 金阳水猴饥荒碎,全废中名类两行。 咸丰年间,太平天国起义,缅军起义,回民起义等一直持续,多地战祸,灾害并至,公元1871年至1872年,这两年,缅军和回乱闹得最凶。 公元1874年至1875年,日本以探险之名,侵占台湾岛,岛上居民反抗日军,护有伤亡,精廷被迫与日本签订北京专约,赔偿抚续金十万两,以及花销四十万两,才使得日军撤出台湾岛。 洞边去水台用水,方能赴正就朝往。 统治皇帝在位期间,平定太平天国起义,缅军起义,闪干回民起义等,维护了大清的统治。 火烧鼠牛油自渴,虎入泥窝无处藏。 草头加上石口女,又抱孩儿做主张。 慈禧太后发动戊虚政变,导致变法失败,慈禧太后再次掌权,垂帘听政。 二四八旗南碧日,遥阳思念旧家乡。 大清八旗军,南敌八国联军,京城不保,入主中原,却难保京都安全,满清颜面尽失。 东拜斗,西拜旗,南逐鹿,北逐狮。 东指日本,西指美国,南指欧洲各国,北指沙俄。 分南分北分东西。 偶逢一人在楚归。 八国联军与清廷签订条约,瓜分中国,逃往西安的慈禧太后,迷信不走回头路,坚持走河南回京。 马行万里寻安歇,残害中女四目击。 八国联军侵入北京,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逃往西安。 清廷正式向列强宣战后,各地官员与各参战国签订和平协议,即东南互保,导致慈禧太后孤立无援,无奈妥协,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。 六一人不识,山水道相逢。 务须第七君子,张应环,因八国联军侵华遭牵连,被慈禧太后下令处死。 黄龙早丧赤城中,朱阳鸡犬久加空。 光绪皇帝本有心变法图强,拯救大清,但被困迎台难以施展,寒恨而终。 公元1907年至1911年,各地相继爆发反清起义,导致民生艰困,时事久空。 饥荒灾害皆并至,疑似丰登民雾同。 宣统皇帝即位后,各地爆发反清起义,水灾、旱灾等不断,大清统治备受威胁。 公元1911年,武昌起义爆发,清朝灭亡,民国建立,一切就如同大风吹上了天一样,消失不见。 得见金龙民心开,刀兵水火一起来。 公元1909年,清廷重申,预备立宪,各地拟设资一局,以此缓和革命的气氛,想缓解百姓的怨气,导致立宪派与革命派日趋对立,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加深,造成了清末政局的动荡,加速了清朝的灭亡。 文前斗米无人敌,赴死无人兄弟台。 宣统年间,清廷腐败,革命四起,百姓逃离家园,革命党人战死沙场,同袍奉亲,戴为尽孝。 金龙半马半乱甲,二十八星问世人。 武昌起义爆发,宣统皇帝遇统治危机,长江以南被革命军控制,大清失去半壁江山,革命党反清的怒火。 席卷当时二十八个行政区划,蓬头幼女蓬头嫁,一让新军让就军。 大清危如泪卵,荣誉太后宣布清帝逊位,支持共和,将大清国嫁给了民国,清帝也被临时大总统所代替,大清皇室和清帝或民国优待。 ,并且参加我的 Mark共和宣布淘事格下完障礁。 一viaient聘事顺者 Initiative , eux有多新一位恩监独物,靠岁 Form daughter,清崭何兰西欸 ruth尔德事格。 感谢观看